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韓版的一個更新啊 在天坦M韓版的四月八號的更新嗎 應該算是四月的八號啊 然後這個是算是四月的第二次更新哦 然後他推出了一個新系統哦 我們往下看啊 這邊的更新我們都先跳過去啊 我們直接看我們要講的雷達系統 雷達 就是掃描雷達 都是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啊大家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掃描的一個按鈕 應該是這邊啊 應該在 我們這個 關降鍵的旁邊而已哦 然後有一個掃描的功能 按下去大家就會掃描周圍的一個怪物 然後大家可以掃描 玩家怪物或者是NPC哦 應該有好幾種啊 然後你掃描之後啊你就可以來這邊 選取你要攻擊的對象精靈攻擊哦 那如果你是要掃描玩家在打架的時候想要掃描玩家你就按掃描嘛 然後左邊就會出現敵力人的名字哦 然後你就選取你要攻擊的名字 就點他就可以直接選到他了 不用了在那邊切換來切換去哦 所以這個系統算是很方便的一個系統哦 那這個雷達掃描系統啊就是在TNM推出的時候就有了 我們來TNM玩一下這個系統哦 我先把它切換到TNM哦 好我們現在已經切換到TNM了哦 然後大家掃描系統在這邊哦 這邊 看下去都有掃描的一個功能 然後上面這邊就是被我掃描到的一個玩家或者是怪物哦 目前掃到的都是玩家哦 因為我優先設定 玩家會優先 對我掃描出來哦 然後剛才當你掃描之後嘛你想要攻擊他你就可以選他的ID 然後就馬上攻擊哦 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系統 在打架來講是很方便的 然後這個系統啊 有很方便的功能就是 可以設定優先 掃描玩家或者是掃描BOSS 就是有一些BOSS啊比較難點的時候就是人很多然後BOSS比較難點到 你就可以用掃描系統來點這個BOSS哦 那這個掃描系統啊 在打架或者是在打BOSS哦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哦 可以快速的掃描到你的目標然後對目標進行攻擊 這是非常方便的一個系統哦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籃板的一個更新內容哦 好 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國慶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掰掰